2023年以来,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极端天气事件, 气候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气温升高和天气模式的改变, 也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9月15日举办主题为 气候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简报会。 探讨气候变化及其更持久的潜在影响, 包括社会影响或成本、公众的反应以及民众如何应对 自己在极端气候变化灾难中的角色等。 美国气候影响实验室副主任汉纳赫斯表示, 多方面的研究发现,极端的高温天气与人类的死亡数量和农业灾难都成正比。 美国气候影响实验室在全球大约24,000个区域收集的 与气候有关的数据,包括用电量、人口数量、 汽车废气排放与天气数据的关系, 居民收入与气候变化的预测等。 很多数据都显示气候正在发生急剧变化, 比如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以前每年大概有三周是在35摄氏度以上, 近年已持续上升到50多天。 极端高温最大的影响是健康, 可能影响心血管疾病加剧。 气候变化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 看到整体死亡率, 这并非只是单一成因, 而是关注当前现有的死亡率, 以及如果未来出现极端高温或低温的死亡率。 来通过长期数据得出的结论, 是对于整个社会是健康和死亡率的影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环境叙事策略实验室兼职助理教授乔恩·克里斯腾森指出, 他所在的研究中心近年一直在加强与媒体和电影界的合作, 希望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与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认知和关注, 尤其是气候变化对不同社群的影响。 现在,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人类是该检讨自己的行为了。 很多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怀疑态度,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用来思考的资源, 能更好地讲述故事为了世界和整个社群, 需要增强理解, 让人们进行更多探索与研究, 包括社会学家、环境学家、科学家等, 需要在研究中关注这些问题。 气候变化也和社会正义及社会问题息息相关, 当成为了解社会的资源, 更好地帮助理解分歧, 讲述故事。 加州政府官员把气候变化作为巧妙的工具, 强调气候变化对整个文明进程的事实性影响, 用干旱、高温让人们采取行动, 意识到变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斯金创新中心教务主任 美根穆林表示, 过去十年, 他一直关注美国的气候变化和政治演变, 发现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分歧, 不同党派、气候、政策两极化。 民主党对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生活影响越发担忧, 共和党则常常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社会、 安全、国防、经济、贫困和犯罪等之后。 他认为两党的分歧需要改变, 而不是陷入僵局, 因为分歧意味着不作为。 希望未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两党能够消除分歧, 采取政策行动。 气候博物馆高级展览助理阿奈斯·雷耶斯表示, 他们从2017年开始以博物馆展览的形式 与大众一起分享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信息。 展览在纽约曼哈顿吸引了很多人, 他们展览的主题之一是各地的明星片, 尤其是沿海城市的明星片, 让人们将自己的经历跟气候变化结合起来。 他说,民调显示, 66%的受访者关注气候变化, 大概只有5%的人会谈论气候变化, 因为没有很多人谈论这个问题, 就导致了一个沉默的恶性循环。 通过展览让人们更多的有意识、有动机, 目的就是驱动人们行动。 此外,还关注气候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和误解, 这点非常重要。 研究显示, 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很多时候偏离了自身情况, 自身是担心的, 但是认为别人不会担心。 要消除一些错误观点需要更多的谈论, 分享信息, 希望观众能够将自己带入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 意识到自己有能量去行动和改变现状。 适合本日之关的歌,